肺腎 五行五脏怎麼保養 鳳梨韭菜奇異果 素生不把UPUP好成果 食衣住行 居家風水 春夏秋冬 五色養顏 生活有道 健康有料 養生 我知道 周周來報到 看完去吧 看這版本重播啦 風手 這遊戲超好玩的 你們到底在甩什麼啊 現在只要手機甩一甩 就可以看影片啦 哪有人像你啊 還在接電腦 為什麼 因為有迷你雲啊 有了迷你雲啊 手機就是電視遙控器 還可以把照片分享到電視哦 都一類 上網搜尋迷你雲 手機甩一甩 電視變聰明就差迷你雲 歡迎再度回到節目現場 在剛剛所看到 所感受到 是一個比較緊張的氣氛 不過這一刻 你可以好好的 吸口氣放鬆一下 為什麼呢 國際股市的崩跌的話 我們是暫時先放下的 尤其在歐洲市場部分 跌幅1.5%到1.9%之間 那麼稍後在美股現貨開盤的話 也是貫重到重點 不過先放到哪後去 為什麼呢 這段時間裡頭 連續九天的假期 哇 出油人數 出油人數在台灣的話 一千五百萬人次 比較去年成長有多少 有28%之後接近到30% 現在過來元宵節要搞啊 那麼也歡迎我們的美女 善峰加入我們的討論 來 善峰你好 哈囉 舒賢好 大家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善峰 看到你連我這介紹都打結了 好 那麼 公公兄 一開始先來聊一下 是 元宵節就要到了 你有沒有準備要去哪裡玩 而且這個鹽水的風暴 其實聽到這鹽水的風暴的話 好想去看看 可是都還沒有機會 你會想去嗎 因為人到40歲 剩一支嘴對不對 就是跟老婆說 我們要去哪邊玩 其實到後來都嘛 去像日月潭去散步啦 因為畢竟我是覺得啦 像 風暴太猛是不是 不是 那年輕人有玩過了 你去過了 玩過了 你就是 厚厚的戴個安全帽 戴個手套去 那大雪的時候 你真的去過嗎 大雪的時候就去過了 喔 不錯 對對對 已經有接觸過了啦 所以我是像我就覺得 看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喔 像年輕人 我就覺得要去嘗試 欸 扇鳳去過嗎 風暴 不太適合我們這種淑女 因為可能會破箱 我跟妳講 穿起來根本不曉得 妳是淑女好不好 是喔 但是聽說 安全帽戴上去 可能不曉得是淑女 不然扇鳳會把電話打開 對 聽說今年有50萬隻的 這個鹽水風暴 對對對 有50萬隻 一次有50萬隻這樣子 對 今年 創新高嗎 算是非常的 非常的激烈 應該是創新高喔 好 我們就請扇鳳 一起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裡頭其實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個 全台風元宵 北天燈 東寒 寒丹爺 那麼南風泡 的確都不一樣的味道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裡頭的話 有台灣燈會 今年燈會在哪裡 在新竹 在新竹 那麼包含在平溪的天燈 台東的炸寒丹 或者台南鹽水風泡 我們這裡頭日期時間 秀出來是讓各位觀眾朋友 來了解一下下 不過 扇鳳小姐 這四大 這個地點的四大這個 特別節目當中的話 你最想去哪裡 因為今年台灣的燈會 是在新竹 那我覺得說 大家應該要 趕快要去體驗一下 那大家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呢 其實這個是今年的主燈 哇 超美的 這個感覺 對 叫做騰榮起盛 那它其實就是 因為今年是 是 雖然是12年 但是大家都是用龍 這個做遺像 那今年這個主燈 高達大概七層樓高 會看到出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裡面大概有20 20個這樣LED燈泡 所以說其實是非常的 今年非常的等於說是有氣勢 哇 這個扇鳳 準備好相當仔細的資料 LED燈泡都出來了 有多少展示都出來了 因為今年它在新竹 它有三大的特色 一個是人文 那一個就是新竹 大概是科技城嘛 是 科技跟動漫 哦 跟動漫都在裡頭 對 那麼來到新竹的話 如果只看燈會不夠開 有沒有什麼美食要告訴大家 新竹的話呢 我覺得推薦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新竹的那個就是 城隍廟 對 城隍廟這邊 那我覺得城隍廟這邊 除了大家都知道 它的阿中肉園 郭家潤餅之外 其實今天想跟大家推薦一個 是它在那個 就是它的廟口 斜對面有一個叫做 鴨香飯 哇塞 什麼叫鴨香飯 鴨香飯 大家都一定有吃過 滷肉飯或雞肉飯對不對 那鴨香飯呢 它其實是比較有點接近 可是它是用 有一點就是燻過的鴨肉 那上面會加一些油蔥 然後還有像是煙黃瓜 然後整個還有鴨油 吃起來非常的香 不要滾客家料理 這客家料理 到現在還沒吃飯 這聽起來有很多東西 真的一樣 沒吃過 沒吃過 這個不錯 這個美食 而且這城隍廟前面 那個攤子前面而已嘛 對 對 這在斜對面這樣子 好 說到這邊的話 我們要再預告一下下 今天如果只告訴大家說 這個台灣燈會 平溪天燈節 炸寒蛋跟水 野水風爆發 不夠氣 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台灣裡頭的異國風情 這是我們燒的主題 台灣裡頭的異國風情 你不知道異國風情在哪裡 等一下這畫面秀出來的話 其實兩萬也不知道在哪裡 好 繼續看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 這在除了新竹的燈會之外的話 包含炸寒蛋 南風炮 都相當精彩 給我們幾個畫面好嗎 我們趕快秀出來看一下 其實這裡頭還包含哪裡呢 炸寒蛋部分跟野水風爆 哇 這個天燈 平溪天燈 對 今天有個訊息當作畫 記得放天燈 放更不用熟了 好 熟了 可是那個氣氛 我有放過 你有放過 我有放過 我沒放過 這是大學的時候 一票同學去放的 你看 大學同學一票去放 然後上面就寫下 那麼人文 那麼人文 我們去玩風炮的 好 善良風 這個地方是不是來介紹給大家 今天這個平溪天的地方 它今天有一個 就是今年的一個主燈 它主燈的部分 今年也是叫做青小龍 那青小龍也是 它等於說是由特別聘請 所謂的天燈的一個 天燈王的一個師傅 來做這個主燈 對 那所以其實今年的平溪天燈 也是非常有看頭 平溪天燈的部分 好 我們快速再瀏覽一下 除了平溪天燈之外的話 接下來看到是炸寒蛋 如果有機會 我們想要跟他拚一下 光學生你感到嗎 我不感到 這個我沒有 有喔 我看到了 其實我們在記者圈裡頭 記者朋友的話 去做現場採訪 竟然這個現場記者就上去了 真的沒感覺了 還是怎麼樣 有感覺很痛 好 炸 這樣就不要 這樣就不要吹我 這樣不要吹我 炸寒蛋的由來嘛 炸寒蛋的由來 來一段吧 其實它有 它有一個說法是說 這個寒丹爺它 就是其實非常的怕冷 所以民眾這時候呢 就要就是用一些它的泡火 然後用這樣炸 然後讓它幫它驅寒這樣子 驅寒 對 不是驅膜驅血之類的 好 炸寒蛋 驅寒 用泡驅寒 今天又上了一課 好 除了炸燈之外呢 接下來的話 鹽水風泡 鹽水風泡剛剛說的不少吧 這個其實蠻精彩 想要看看 今年是五十萬支的風泡 對 其實我建議沒有去過 真的要去過一次 應該去看一下 至少要一生要去看過一次 對啊 你知道那個風泡 那個塔台 震撼力 像我們做新聞的部分 就知道說 鹽波就要去採訪嘛 採訪槍 這個塔台建好之後的話 開始要準備發射 那之前的一個情況 然後發射之後的一個情況 真的是蠻精彩 而且蠻爽動的 好 這是在我們這個 四大景點的部分 接下來 意想不到的風情 就要登場囉 台灣異國的狂想曲 我們秀出來看一下 有哪些地方 一開始 我們就準備要先賣一個關子 這個關子在哪裡 我們趕快秀出來看到 異國風情裡頭的狂想曲 有不少的畫面 第一個 平溪的太子館 怎麼跳到這裡 這應該是有些 這六張畫面裡頭 完全都看不懂的地方 而且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異國風情一樣 不過也沒關係 就是這一張 你看這個墨西有多好 直接把它點到這個地方來 美麗的異國景點 大猜謎 哪些地方呢 這頭散風應該很熟悉 對 但是要先請書憲來猜一下 那是我 應該去管閨 我老實講 我猜不出幾個關外 那我來問你 因為我知道請查案 第一個 這個 這個你應該知道吧 這個我不知道耶 真的嗎 這所有裡面的 我大概只認識一個 叫老鷹隔來的地方 這是在南投嘛 對 書憲你真的太適相 它是慶靜 最貴的民宿 你說慶靜喔 對 慶靜就是我們家山上而已啊 對啊 但是 我哪很久沒去山上看了耶 這樣 我很久沒有過去了耶 對對 在台北也太忙了 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來看一下 這個我也不知道耶 這不知道在哪裡 我為什麼不知道 其實我突然我也說不出來 我突然說不出來 怎麼那麼漂亮 怎麼那麼漂亮的 這從日本寄下來的畫面嗎 沒有沒有 可是這台灣應該很多地方都有耶 這個 我在南投的話 林花 林花 對 林花台灣 對 的確有好幾個地方 其實我偷偷推薦一個好不好 那各位知道人區就不要宣傳 那個在網路設有個台電的那個 應該是往那是應該是 我記得是往清淨還是往那裡 到底往哪裡 沒有 爐山爐山好像爐山的樣子 它那個有沒有 沒有沒有 台電有一個那個他們的發電廠 它那裡那個 它是一個那個櫻花隧道很漂亮 櫻花隧道很漂亮 櫻花隧道很漂亮 對 這櫻花隧道的部分 在那個南投那邊 好沒關係 因為你說得不清楚所以大家也不會講出去 好 不要講出去喔 對 很漂亮 這個是哪裡呢 來看一下 關輝兄 我不要奇怪 這個地方 這是工廟嗎 請扇峰來告訴我們 這是工廟嗎 大家一看到這個地方 會不會覺得很像一個 就是很有民族風情 它其實是雲南的 就是看起來很像一個雲南的樹屋 樹屋 它其實是一個景觀餐廳 好 景觀餐廳的地方 哪裡啊 在哪裡 它這個地方的話它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秀出來看一下 對 看一下 把答案介紹好了 在哪裡 因為這個答案介紹 就是在這裡 第一個 我們看到武林農場的台主 那是武林農場 對 很漂亮 對 又是藍頭喔 藍頭喔 藍頭喔 丟臉的 沒適合 藍尼書屋的話 有它的典故 等一下賽方會告訴大家 再來 清花園的部分的話 在彰化 真的是很美的一個地方 老英格蘭 我只能說得出來 因為這是因為時鐘的關係 所以比較熟悉一點 再來 新社裡頭 新枝芳亭 它其實新枝芳亭 有人不知道 可是如果我們說 另外它一個姐妹系列 叫薰衣草森林 薰衣草森 我知道 薰衣草都知道了 它有這個名氣滿大的 薰衣草森 它是同一個地方嗎 它是同一個老闆的姐妹座 姐妹座 對 風格有點不太一樣 那薰衣草森 它就是主打薰衣草 那新枝芳亭 它是比較南霸的感覺 就是法國的感覺 對 的確不簡單 那麼在高雄是異大世界 高雄在異大世界 異大世界我過年剛去 過年剛去 對 還滿推薦 因為它如果沒有去過 美國Vegas的部分的話 我可以滿推薦的 因為它現在目前一些outlay 像Coach 你也會打到六折 像五種很愛買東西的 就是很推薦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的景 還滿像凱撒宮的 就是還滿大器的 對 的確喔 異大世界 剛你提到過年的部分 我有一個好朋友 我為他也是一樣 帶老婆小孩去異大世界 而且是三天兩夜 據說住最好是一萬五千塊錢 而且 一夜嗎 一夜 它應該是住在裡面的黃冠酒店 對 住在裡面的 而且老婆孩子 而且是住三天兩夜 對 有這麼大器官嗎 有耶 有啊 而且它這邊還有一個摩天輪 然後它這邊其實就是說 裡面整個outlay 大概一天都逛不完 然後裡面電影院 什麼東西都有 對 那我覺得其實是還滿推薦的 全家大小都滿推薦的 好 善峰 這個時候的話可能來聽聽看你的看法 這一頭我們今天疊出了六大象 這個美麗的異國景點大猜謎 這一頭讓你印象最深刻 可能你覺得最想去的地方是哪裡 我比較想去換 因為我也是走奢華系列 錯